金鱼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观赏鱼 在宋朝金鱼就被带进了皇宫 历经辽金元明清 都是帝王将相家里的玩物 可如今金鱼不仅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养殖金鱼也成为了北京朝阳小鲁店村村民的致富产业 12月正值观赏鱼的出鱼期 每天一大早 北京市朝阳区黑庄互乡小鲁店村的观赏鱼大世界 就会热闹起来 这里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观赏鱼养殖交易市场 全国各地的观赏鱼爱好者和客商都会慕名而来 发哪里来的 谁家庄 从湖南长沙 这么远跑过来买鱼的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买了十多年了 相对来说比较放心的鱼肠 井里它有时候它的价值跟性别有关 母鱼的价格会贵一些 那条是一条母鱼 而且花纹体型都非常好 大概在一万一条 黑庄互乡是远近闻名的金鱼之乡 其中小鲁店村养殖观赏鱼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辽金时代 一直以来村民的生活也和金鱼息息相关 这条河就是咱们所说的萧台湖河 它是在辽金时候开凿的 因为这条河里的水质非常适合养金鱼 从辽金到明清乃至到现在 都是用这条河的水来养制这个金鱼 咱们的宫廷金鱼 你比如说红头 什么龙井 那个虎头 公鹅 很多品种 因为我们小鲁店村 而且您看我们的名字鲁 上面是鱼 下边是日 就是每日有鱼 以前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养鱼 都是那种足足不不传下来的 那种传承的 几百年的养鱼历史 让小鲁店村家家养鱼户户有刚 改革开放以后 为了盘活经济 很多村民开始通过养殖观赏鱼增加收入 金鱼之乡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每家每户呢 挖鱼塘 建鱼厂 大概这个村呢 当时一百零几户 有八九十户 全都是养鲸鱼的 你随便拉过一个人来 你问他干什么呢 我就是养鲸鱼的 辉煌到 全世界有鲸鱼的地方 基本都是从黑庄户乡 小鲁店村出去的 全世界 我说就是全世界